哈利路亚 愿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的讲题是与神团契 我们常常说到团契 是想起弟兄姐妹以前在教会活动的时候高高兴兴的日子 大家一起见面啊 聊天啊 吃东西啊 分享啊 真的 人与人之间有团契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 有人说团契是什么 团契这个字 圣经里面有吗 中文圣经里面看不太出来 其实英文还是原文里面讲得比较清楚 我们读完约翰义书里面有讲到有关于两种的团契 我们看约翰义书第一章 第三节 约翰义书一章的第三节 先读 这两节圣经讲了就是团契的内容 其实传奇也可以放着香蕉 或者分享 那这里分享什么呢 我们昨天晚上有从第一节第二节讲 我们分享了就是基督的生命 主耶稣自己本身就是生命之道 主耶稣要把祂的生命分享给我们 这是第一种团契 这是与神 还有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团契 这是第三节所说的 我们来教会敬拜神 最重要是跟神团契 当然我们也有跟人团契 第三节里面也有讲说 我们与你们 就是弟兄姐妹跟使徒之间也有团契 弟兄姐妹中午吃饭 聊天 互相关心 或者是一起有些活动 但是人缘之类的团契 其实是基督跟我们的团契里面 如果你个人没有跟神团契 你来教会只是抽热闹 找人聊天 参加活动 或者是跟弟兄姐妹聊的 只是一种世界的事情 那你的信仰永远不会扎根 有一些人来到教会 跟很多人都很好 很多朋友 但是信仰了几十年没有扎根 他因为人来到教会 也是因为人跌倒了 不来教会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跟神团契 这个往往是我们所忽略的 因为神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跟祂的关系 那这里说到我们跟神团契 有什么好处 第四节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 因为过团契的生活 可以让我们很喜乐 来到教会 最喜乐的是什么 当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 你祷告完 你听完道理 或者是你跟人家分享信仰 或者是你听到别人信仰的体验 整个人的心灵马上就喜乐起来 我们知道跟世界的朋友在一起 吃吃饭 聊聊天 也是蛮放松的 但是在世界的朋友面前 聊的是什么 世界的事情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人的是非 或者是你喜欢的嗜好 聊这些东西呢 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心中得到喜乐 有时候你跟世界的朋友聚会 比来比去 有时候觉得很累 但是在主里的团契就不一样 我们主里的团契是与神为中心 是大家为了要跟神更亲近 所以我们在一起 不是为了利益 也不是为了嗜好 所以我们要重建跟神的团契 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任务 以前亚当夏娃还在乐园里面的时候 他们天天跟神团契 天天见神的面 天天听神的声音 天天吃生命果 这种生命是没有断绝的 但是后来被赶出异奠园了 一切都停止了 直到绝对来到世上 要让我们重新跟祂建立团契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从约翰艺术里面讲几点 怎么样跟神重建关系 团契这个字的原文 这是希腊文来的 这是团契 这是分享交通交流的意思 好 那我们今天 怎么样跟神再次建立关系 好 第一点 首先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 好 那我们来看约翰艺术 六节到七节 约翰艺术第一章六到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 怎么样跟神团契 如果神 祂是光 祂行在光里面 那你说你要跟神团契 结果你走在黑暗当中 那你怎么跟神团契呢 我们知道中文有句话 道不同 不上为某 你嗜好不同 你做的事不同 怎么会走在一起 譬如说喜欢赌博的人 他的朋友大部分喜欢赌博 喜欢吸毒的人 他身边的人都是吸毒的 如果有一个朋友叫他要戒毒 他不想听 他就不会跟他交朋友 因为你的道路不同 你就不会走在一起 第五节说 神就是光 在他里面 毫无黑暗 在神里面没有罪 没有一切黑暗的事情 好了 你要跟神团契 你怎么办 你不能一直走在黑暗当中 但是问题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走在黑暗当中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生下来都是罪人 只要是亚当侠华的后代 全人类都生在罪中 孩子一生出来很可爱 但是长得越大越不可爱 因为会自私 会说谎 会打架 会嫉妒 有时候生一个孩子 最简单 因为他都不会跟别人吵架 生两个出来 那哥哥嫉妒那个妹妹 或者弟弟 第三个出来 有时候二对一 争宠 打架 小孩子会说话 也开始会说谎 很懒惰 这个都是罪性 人的罪性 所以虽然没有犯国家的法律 其实人类一生下来 都是活在黑暗当中 那你怎么样跟神团聚啊 第八节 第九节 这里说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 他就自己骗自己 人很喜欢自己骗自己 看了镜子了 明明自己长得不好看 那怎么没问题呢 或是我做这个事情 不会被抓的 或是我没有错 是别人的错 如果我们这样对神说 我自己没罪 真理就不在你心里了 我们知道好朋友之间 朋友再好 都有互相得罪的时候 夫妻的关系 再亲密 也有得罪对方的时候 只有神不会做错 人都会做错事 无论你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都一样 如果一个人 永远不认错 别人都不喜欢 跟他交朋友 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不会好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不爱认错 他顶多都是不讲话 他被别人指责 他不讲话 他没有办法放下面子来 说三个字 我错了 有一些人更糟糕 被指责了 做错事情了 哇 搬一大堆理由出来 都是他害我的 我才错 迟到了 都是那个交通灯 都是那个红灯 特别久 我发脾气 他害我发脾气 我不诚实 因为我需要钱 每一个借口背后 都有很多的故事 这种人 不会跟任何人很好 做人做得很失败的人 都是常常不认错的人 所有门要转过来 你跟人的关系不好 可能你跟神的关系也不好 先想想自己在神面前 是不是有亏欠 如果你还说自己没罪 你就自己骗自己 有时候大罪是没有 那小罪有很多 有时候我们的软弱 有时候亏欠 都是很里面的 很隐藏的 所以我们要跟神 团结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知道在法庭上面 如果你被判罪 你可以选择 你抗辩 你不承认 或者你可以承认 说我真的是有做错 当然如果你没有做 你不能承认 他说你真的有去做 这种事情 你最好承认 如果你承认 法官可能判清一点 如果你不承认 最后还是被判缴罪了 那你的刑法是最终的那一种 但是在法庭上面 你认罪 也不会变成无罪 神除了是法官之外 他也是我们的父亲 他是公义的 但是他又是慈爱 就你向他承认了 就是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不义 这个是在法庭上面 世界上面找不到的 哪有说认罪就变无罪 他就在神的法庭里面 神用巴巴的词爱 你认罪 这就赦免你的罪 因为他自己顶替我们的罪 自己承担我们的罪的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 跟神团契 要第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 那如果我们过去还没信主 那我们要跟神团契 第一步就是要介绍洗礼 我们看约翰一书 第二章十二节 12章十二节 这里约翰说 你们的罪 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 你认罪还不够 你还需要主的名 没有主的名 你的罪就得不到赦免 主的名就是耶稣 那主的名怎么样赦免你的罪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使徒二章三十八节 这是跟神团契的第一步 除了你悔改之后 回改就是认罪 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信了 我的罪就赦免了 或者是我过去有受洗 我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对不起 你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根本这父子圣灵本身不是名 其实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 你没有把这个名讲出来 洗礼的时候没有用这个名 你的罪还在 所以约翰长老在写约翰义书的时候 再讲一次 你的罪是奉主的名 这是耶稣得到赦免的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 使徒四章十二节 这里讲得更清楚了 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 可以救我们 只有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他就是独一真神的名 在洗礼的时候 记得主的名 我们可以最得赦免 人家会快来了 说实在想越来越靠近末世 还有几次灵恩会 还有几次可以洗礼的机会 我们都不知道 上两个礼拜在美国某一个地方 也有举行灵恩会 我听说那边有四个木道者 接受洗礼 美国疫情也很严重 是最近才比较缓一点而已 因为他的疫苗打了比较多 但是在过去一年当中 竟然有四个木道者 听明白道理 把握机会 接受大学的洗礼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次不洗了 以后没有机会 可能之后第三坡 第四坡 第五坡 第六坡 疫情来 教会又不开了 或者说自己死掉了 没得洗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罪还在 你跟神的团契 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所以我们要解决 我们跟神之间的 一个交通的问题 那可能有人就问 那洗礼是水而已 为什么水 可以洗去我们的罪 一般的教会 也有洗礼 他们只是把它 看成一个形式而已 他们不相信 水里面 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约翰长老 告诉我们很清楚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六节 六到八节 约翰一书五章六节 这一段是整个约翰一书里面讲的 关于洗礼的奥秘 最重要的一节 如果没有约翰长老写这一段 我们都不理解 为什么洗礼可以洗罪 他的解释 洗礼的奥秘在哪里 他的解释 洗礼只是可以把罪洗去 因为不单止 有水在洗礼里面 因为只有水 怎么可以洗罪 跑到那个河里面 泡一百次 也没有办法赦罪 所以你说我奉主耶稣 圣明进到河里面 海里面 也没有办法赦罪 因为只有水在哪里 那怎么样才可以赦罪 约翰这里说 你其实需要血 不是你跟我的血 是主耶稣的宝血 但是主耶稣已经离世了两千年 你今天怎么拿他的血 你物质上已经拿不到了 不可能 但是透过圣灵的见证 如果你没有圣灵 你就算奉主耶稣 圣明进去洗礼 也是只有水而已 不能赦罪 除非帮你洗礼的人 帮你洗礼那个教会 有圣灵的同在 有圣灵的真理 这样子的话 洗礼里面都有宝血 所以这个就是第七 第八节所说的三样事情 圣灵、水跟血 都归于义 我们教会常常有很多 受洗的 或者是木道的 或者是站在岸上的 所以说打开他们的眼睛 看到水里面有宝血 这些都是证明洗礼的奥秘 我们对圣经的话语 要非常有信心 对真教会的洗礼 也非常有信心 现在小弟真的觉得 主耶稣日子快来了 还有几次灵恩会 还有几次洗礼 谁都说不准 如果你来教会听到 你木道 不要浪费任何一次机会 因为你可能不会有太多剩下的机会 但是我们受了洗的人 难道教会可以安安心心说 我没有罪吗 其实我们天天都还在犯小罪 所以怎么跟神来团庆 我们要切断我们罪恶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软弱 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听读 约翰告诉兄弟姐妹说 不要再犯罪 教你们不要犯罪 你从神生的 就不会再继续犯罪 有一些人这样说 我信了主 从神圣 神会接纳我 很多教会都这样讲 无论我是怎么样的人 神都接纳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需要改变 神还是接纳我 比如说我是同性恋 我不用改变我的性向 主还是接纳我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看 神接纳罪的人是100%的 无论你犯了什么罪 大罪小罪 神都接纳你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神接纳你之后 你就不能够继续犯罪 你说改变自己来走在神的道路上 你以前吸毒的 信的主接纳的时候 就戒毒了 至少要靠主 努力的去戒 以前是赌博的 现在靠着主之后 力量我们要靠主 来胜过这个赌博 如果你是 信了主之后 就不能再过 赌博的生活 这个是生命的改变 我们看约翰一书 三章八到九节 约翰一书三章八到九节 这里讲得很清楚 犯罪的是属于魔鬼 你是属神属于魔鬼 不是嘴巴说的 也不是只是说 你有没有去洗礼而已 你喜欢你之后 过什么的生活 你信主之后 过什么生活 这里第八节说 犯罪的是属于魔鬼 那你属于谁 你属于神 还是属于魔鬼 当然你看不见魔鬼 但是他在控制 全世界的人 昨天晚上我有讲到 在非洲 落后的地方 或者是以前 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被鬼负责 要来教会祷告赶鬼 鬼赶出去 来信耶稣 这些发达国家 很少听到这种事情 很少被魔鬼骚扰 然后赶鬼来信主 但是不代表魔鬼工作就少了 魔鬼知道更厉害的方法 是用罪来控制人 如果有人犯鬼了 到处乱跑 打人 乱叫 抓来赶鬼 很快就赶走 魔鬼就没得完 但是如果你是被别的罪来控制住的 很难找人去赶你 譬如说被赌博捆绑 被毒饼捆绑了 淫乱了 生气了 控制不到自己了 难道这不是魔鬼的作为吗 是的 只是他遥远控制你 让你看不出来 所以犯罪的是属于魔鬼 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继续的犯在罪 犯在罪里面 那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不是马上做得到 有时候也是个挣扎 但是这里说 神的道 关键就是第九节 神的道在这个人的心里 我们知道春天来了 大家都种种子进去 希望以后有花 有瓜 有菜 对不对 你那个后花园 不种东西的话 那个野草都长出来 很讨厌哦 就是有一个大院子 有时候也是蛮烦的 如果你不种东西 不好好管理它 都乱长一些野草 unless you're gardening or you are weeding then it can be irritating because by midsummer your weeds will be sky high 弟兄姐妹 你的心就是爱快空地一样 看你要种什么 你不把神的话 以种进去 你不把那个有真生命 漂亮的 有益处的种子 种进去 unless you sow God's seed which is full of his word of life and of spiritual truth 所以神的道 这原文是种 神的种子 如果不种进去的话 野草啊 欲望啊 邪恶啊 都会种出来 and you see here in the original text God's word is like his seed so unless you sow his seed you will be harvesting weeds of evil desires and of sin 现在我们每天上网 接触的资讯很多 every day we ar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v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we reach is phenomenal 看很多视频啊 看很多玩具啊 都是世俗的这种东西 we watch a lot of Asian dramas or TV shows or videos 有没有很容易 把神的种子种进去 and are we putting in equally as much work sowing God's seed 有没有还好地读 have we read his word how地思考 have we reflected on his truth how地去背 have we memorized his gospel 现在的孩子啊 跟以前那一代的孩子 不太一样 this generation of youth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 记得我们小时候 宗教教育 老师不太会讲课 但是就是叫我们背圣句 and I remember when I was young the teachers didn't teach as much but we spent a lot of time memorizing scripture 没有太多的教具 not too much lecture 没有太多的那种图画啦 或者是放video啦 一堆的这种东西 there's not a lot of media like pictures and powerpoints and videos 很多老师自己都是 不是真的是当老师的 或者是教育水平 也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就叫我们 一定要背圣句 每一堂都要背 上个礼拜 背那一句 大家轮流背 好了 没完之后 今天这一课完了 又有一个很长的经节 又要背 一记下来 十几句圣句 原部要背 还有要比赛背 哇 看谁背得快 有时候背还要写 一边写 一边背 当时觉得很故障 为什么一直要背 其实在背的过程当中 小孩子就把神的种子 神的道兴趣 有时候唱唱每次唱多了 也会背 这样子会背 对一个孩子的信仰成长 非常的重要 西方不看重背东西 他说也要理解 要去理解 没有错 要理解很重要 但是孩子很小 你讲什么大道理 他还不理解 就算他理解 但是他背不起来 记不住有什么用 那么种子多一点 洒进去 反正不管哪一个会长 全部洒进去 希望多长一点 神的道理 种在我们的心中 你才有办法跟神团契 所以希望我们的宗教教育老师 家长们 多带 尤其是孩子还小 多给他们读 还有背 还有操 神的话 趁他们小 神的话 大量的进去 不要被现代的 这种西方的教育 所说 背不重要 不要被这样子骗 其实在神训班也好 在学生领会也好 我常常很惊讶 为什么很多孩子 很基本的圣经的知识 都背不出来 讲不出来 整体这个圣经的知识 比不上上一代 学生 所以我们多撒种子 在自己的心中 当你进去之后 你才能够达到第二点 这是能够遵守神的道理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2章3-5节 约翰一书2章2章3-5节 这里讲到跟神建立团契的 第二个重点 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 还有主的道理 因为你唯有遵守神的道 遵守主的话 才算是认识神 或是神才认识你 今天我们跟别人交朋友 最怕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感到很熟 这个对方说 其实我不是跟你很熟 这个叫一厢情愿 中文叫一厢情愿 甚至你说 我认识你 这个对方在街上说 你是谁 今天很多基督徒 对主耶稣就是一厢情愿 主啊 我好爱你 主啊 我不是你 主啊 我为你牺牲 主啊 我为你做工 他很爱主啊 他觉得自己跟主很熟 但是到最后 主会跟他说什么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let's go to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7 马太七章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21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21 says Not everyone who says to me Lord, Lord,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only h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二十二节 verse 22 Many will say to me on that day Lord, Lord, did we not prophesy in your name and in your name drive out demons and perform many miracles 二十三节 verse 23 Then I will tell them plainly I never knew you away from me, you evil doers 今天很多人就问 Many people will ask 只有你们教会才能够得救吗? Is it only the members from your church who will be saved? 有那么多基督徒 那么爱耶稣 There are so many Christians who love God 难道他们都不能得救吗? Are none of them able to be saved?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真教会 难道别人都不能得救吗? You keep saying that you're the true church so does it mean that none of the other denominations will be saved? 我们不去评论 某某人或什么某教会 能不能得救这个问题 We are not here to judge others or other denominations on whether they will be saved 我们要确保 自己能够得救 We are just trying to be saved ourselves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But here it tells us this reality 主耶稣经理已经讲了 把未来在审判台前 一个现实的状况 讲出来 Jesus has already described this scene in front of the judgment table in the future 将来会有很多基督徒 会 非常的惊讶 他们是一厢情愿的 一辈子爱主 为主奉献 为主牺牲 第一 你看22节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说 奉主的名传道 他们是有传福音的基督徒 不是那个不结果子的 不是没传福音 是有做见证的 这些人是有传福音的基督徒 还有他们不主名赶鬼 甚至可能有成功 把鬼赶继续过 行许多艺人的 这些可能不是普通人 应该是工人 他们很爱主 为主做很多 但是主认不认识他呢 对于三姐说 我就明明告诉他们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 所以说还对他们说 做恶的人 离开我去 这个很难让人家想象 怎么会这样 原来做圣工 不代表能够得救 你人爱神 为神付出 不代表你能够得救 甚至你 到处传福音 也不确保你的得救 当最后能不能得救 只有一个条件 这是二十一节 你的一生当中 有没有去遵行 我父这天父的旨意 所以如果你是个 挂名的基督徒 你是不能得救的 你都没聚会 你都没有守道理 怎么得救 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这句 马上就跳到 别的教派不能得救 别的宗教不能得救 没有错 如果别的教派 没了任何个宗教 没有按照圣经去做 这不能得救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 你跟我 我们信了主人 我们做圣工 但是如果我们 不照天父的旨意去行事 我们不守道理 那我们的得救也有问题 我们不要说 哇 别人的问题 其实这句话 也可以执着我们自己 当然很感谢神 真教会是 神拣选了真教会 得救的教会 所以我们更要在真教会里面 好好守道理 因为在这个真教会里面 神把得救的 全备的福音 已经显示给我们 比方说 我们今天是安息生日 别的教会很多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有稍微提过 其实在基督教成为 罗马国教之前 罗马人已经在拜 这些外邦神 在礼拜天 就是七日第一天 去拜太阳神了 后来罗马王帝 君子坦丁 信了基督教 他就把基督教 改成罗马的国教 那在公元的321年 3月7号 他就公告了 现在开始所有的人 所有的城市 我们都要在星期天 来拜太阳 把以前拜太阳的那一天 用来拜耶稣 他也告诉大家 耶稣就是那个真的太阳 我们来拜耶稣 就是拜那个真的太阳 他也说 后来天主教 正式把安息日废除 把它改成 在星期天 做礼拜 直到现在 1700多年过去 所谓的星期天 Sunday就是拜堂 原来是拜太阳日 那人已经把这个 基命废去了 没有真行天父的旨意 但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团契 要回到 基命上面 但是我们有时候 想起正教会的信徒 有没有好好守安息日 有时候我认识一些 外教会的朋友 他们虽然守礼拜天 他们是很认真守的 虽然他们守错那一天 但是他们的精神 精神实在是 没有话说 全家穿了整整齐齐的 上教堂 很专心地听到你 好了我们正教会 我们有真理 我们守安息日 最近疫情 就是考验你 到底有没有真正在守安息日 不能来教堂 更考验你 有没有守安息日 有没有睡过头啊 今天啊 是不是刚刚才打开视频啊 有时候 有时候诗歌都还没有唱完 直接关掉了 或者是一边听啊 一边坐按摩椅啊 坐在哪里 喝水啦 有没有真正的守安息日 你的心有没有归给神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守主的诫命 我们就能够跟神团契 会很喜乐的 会很喜乐的 愿主义说帮助我们 我们来唱诗 两百三十一首 两百三十一首